農曆春節期間有不少行業的人 需要堅守在工作崗位 總統蔡英文是在大年初二 前往基隆港務修防隊 還有陸軍機部二六九旅 聯兵三營等地 感謝他們在春節期間依然克盡 職責持續的守護人民安全 我知道各位弟兄姊妹不僅在 戰訓本物上有很好的表現 前一段時間大家也支援 聯合醫院的快篩作業 在防疫的第一線守護民眾 大家都辛苦了 在這裡我也要提醒大家 目前國際疫情仍然嚴峻 大家一定要持續做好防疫措施 國人電腦在春節期間 持續的戰備訓練 總統蔡英文前往視察和慰問 並且頒發了加菜金 今天大家在春節期間 沒有鬆懈 堅守國人安全 蔡英文還前往了 基隆港務修防隊視察 肯定消防人員全年無休 隨時要備戰救災任務 這兩年以來因為疫情的影響 基隆和臺北港的總裝線量 是大幅提升 蘇澳港也因為北宜高速公路的開通 變得更加的蓬勃 對於大家犧牲春節和家人團員的時間 認真執勤 總統表達十二萬分的感謝 今天早